大家好 今天是白月十三 星期四股市今天还是高开 而且在创了这个月的新高 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点恒生指数先高开246点到25490点 这个也是今天暂时的高位 由于在这几天以内 其实瑞州的升幅也不少 所以有一点点的反复 其实这个很正常的 恒指今天到目前大概3.35左右水平 曾经一度低渐25144点 等于说这分钟相对昨天来说是回调100点 其实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50天线大概在24914点左右水平 主要指数不跌圈这个50天线的话 那等于说现在整个股市是稳守在 50 10 20跟100天线以上 当然是有一个机会有条件在进一步往下推 而且目标一定是往下条件 250天线大概在25800点左右水平 基本上现在整个股市已经出现一个错不回稳的走势了 再看看8月份的股市经过了昨天再进一步往下推 这个月当然是一个先低后高到目前为止还是 低位是上个星期五就是7号的24167点 高位暂时来说就是今早的25490点 五个交易天级内 很只累积的升幅有1323点 所以稍微有一点点消费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有一个情况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一个月的高低位一般来说是不会在五个交易天级内出现的 那等于说要是7号出现这个月的那个低位 那这个月的高位应该是17 18 20后以后才出来的 因为一个月的高低位一定会有大概中间有八到十个交易天的了 现在只是五个交易天 等于说未来股市还是有机会在进一步往下推 当然成交方面还是不太足够 直到目前为止成交还是只是一般 这个可以理解 因为股市只是一个基础上的反弹而已 并不是一个中期的上升的走势 也不是一个新的那个升浪 所以变成来说就算只是能够进一步往下推 碰到250也好 冲破250天线也好 也只是代表股市稍微微稳稳微做好一点点而已 并不代表股市又会怎么样大幅度上去 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 还有一点就是过去一点时间 大数据的股份 新经济的股份已经算上了不小的幅度 所以变成来说现在在这个高台 进行一个消化 涨过然后再等机会看看什么原因 什么消息出来令到资金再投放进去 那个时候可能还是会进一步往下推的 比较看好当然还是腾心跟阿里巴巴 其实腾心的业绩真的不错的 只是在325块钱到564块钱 这个上升已经累积了身份要239块钱 其实这个幅度不算少 所以变成来说真的是有90块钱的消化跟整顾的 那今天中一栋也公布的业绩 其实业绩只是平稳而已 没有什么大的经济 它二支到三支到现在的四支 每一年的现金流进都是差不多1100个亿 很稳定 派送的利息也不错 现在算起来有五厘的利息 其实要是不介意股价走得比较慢的话 买一点点问题不大的 不过当然它的用户已经有9亿4700万了 其他的用户就是联通跟那个中电信 总不能够全部是给它嘛 所以用户的人数我想不会大幅度的增加 另外再看看它每一年的现金流还是比较稳定 所以当一支公用股来看 把它抓着在手里在收利息的话问题不大 可是股市要上去的话 它一定跑出整个股市的 这个大家有理解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收到这里